好 带你来关心新城乡基层建设的座谈会 在8月25号的上午在新城乡的原住民族文物馆召开 新城乡公所提出了道路改善工程 部落聚会所兴建的计划 康乐村活动中心二旗兴建等13项的提案 那么立委孔文吉召集了中央单位 针对每一项的提案进行讨论 新城乡长和立台上来之后 就积极拜会立委孔文吉来征许地方建设 上来两年多来新城乡征许的公所办公大楼增建工程 嘉兴部落聚会所兴建 文件站周边道路改善工程 空军围墙推出案 以及气象局围墙推出案 进入各项工程计划也开始执行了 而这次新城乡所在提出13项地方建设案 包括新城乡辖内各项文件站周边道路改善工程案 北新部落连外道路改善工程案 在立委孔文吉的争取之下 获得中央单位赦免的回应 孔文吉是 你看我们今年一年都来两次了 一月四后来的 现在又来七月 前面的都已经做到 大部分都做到 今次又转论了13个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方面相当找大家来 可能也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个绕文吉这个团队不是讲大话 我们是起跑技术 做实施 这个在这里也要让我们的乡亲知道 因为这个是我向来 当立委以来我都是这样 那再一次呢 感谢大家 现在相当回台相当感谢立委孔文吉大一的支持 地方所提出的13项收纳提案 虽然新人乡公所采言绝据 希望透过立委孔文吉的大力协助 才能够争取到中央单位的经费来建设地方 在过程当中 香兰克力台也向各单位说明 地方的需求和迫切性 经过一番的沟通之后 也让大家了解新人乡亲的心声 共同来努力在建设城市 记得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